在行政法務領域的施政方針政策中 我主要關注如何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 下面有幾點想跟司長交流一下 首先我想講講關於電子政務方面 剛才很多同事都有關心 隨著澳門社會經濟不斷地發展 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的形勢下為了提升施政的效能 特區政府是需要持續地優化電子政務方面的工作 以更好回應社會的訴求 我認為推進電子政務的核心理念和目標應該是變物 我們推進電子政務不應該粗淺地去局限買幾多部機器 或者開發幾多個APP 而更應該去思考去總結市民實際訴求究竟是什麼 我們的電子政務工作到底又可以為市民帶來多少的便捷 有什麼工作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去整合去提升 朝著這個思維我有兩個建議的 希望市長各校和有關部門可以考慮一下 亦都希望能夠進一步減少工作的程序提升施政的效率 首先在電子政務的進一步發展方面 如何可以改變目前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現象 以二次座服務機為例 編印醫療券衛生局自己一套系統自己一部機器 在稅務資料查詢方面 財政局又自己出了一套系統 又自己又有一部機器 在關閘入境大堂 中華廣場地下等等 大家都看到不同各個部門的自助服務機一列排開 自助服務機為市民提供了方便 這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這方面我覺得政府還可以再做多一點 增強一機多用聯合辦公的理念 例如會不會考慮將不同部門的不同自助服務機 進行整合開發一個綜合自助服務機的系統 另外就是隨著電子科技的持續發展 網絡的設備不斷普及 澳門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在上半年已經超過了37萬人了 使用智能手機的現象也是十分普遍的 為了方便市民 特區政府 有不少部門都開發了一些APP 反應也是不錯的 在未來政府會不會有統籌有整合地開發 和推廣電子政務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例如在與市民有關部門的登記資料時 可不可以用手機程式去遞交呢 又或者在不涉及的私隱情況下 資料可供不同部門去共用 另外在提高電子政務的互動方面 特區政府會不會由公開諮詢開始做起 將各個部門的現場公開諮詢 即時在網上發佈 或者開始網上的公開諮詢 讓市民可以即時與官員互動交流呢 接著想講講就是關於公共行政架構 施政效能的提升與行政架構是密切相關的 也是因為這樣 世界各個地區都普遍關心行政架構的改革問題 解決政府部門的職能重疊 一直都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來的 特區政府從理信民政總署的職能重疊問題入手 希望可以在更大範圍內整合和優化政府的架構 但民政總署的職能轉移工作 由13年開始至今 成效依然是有待提高的 在上一個立法會期 政府亦都提交了法律的草案 理信民主及文化局 體育法治局的職能重疊問題 但對於民主與其他部門的職能重疊問題 剛才司長說了 可能會在2016年開始展開 我想問一問 政府預計將於何時才可以完成民主的職能轉移工作呢 接著想講關於公職人員隊伍的建設 公務員是特區政府寶貴的人力資源和財富 亦都是特區政府科學施政的主體 要想提升政府的施政的效能 提高依法施政的能力 完善治理的水平 就需要由公職人員隊伍的建設和管理入手 需要公職人員提升知識的素養和行政的能力 以應對新的挑戰 考慮到公職人員面對的工作壓力日增 以及面對市民的機會也都是越來越多的 政府在公職人員的培訓過程中 會不會更加在側重培訓 公職人員與市民溝通的技巧 或者是怎樣去宣門職場的壓力等等 同時在晉升培訓方面 也有些甚麼具體的安排呢 令到可以進修的同時 也都可以兼顧到工作 擁有公平晉升的機會 另外 近這10年 公職人員的整體學歷是不斷提升 擁有碩士博士的人也是顯著增加的 求知求生求變的訴求也是有所提升的 在政府鼓勵市民持續進修的背景下 又怎樣可以考慮到公職人員的持續進修的問題 政府會不會推出一些針對性的措施 令到公職人員可以學有所用 不斷地進步 將而實現政府人才資源的效用最大化 也藉此鼓勵公務人員的士氣 促進提升公共行政的效率 想再講講關於政策諮詢方面 施政效能的提升離不開市民的滿意 而了解市民的渠道之一就是政策諮詢 特區政府一向都是重視政策諮詢 近年來更是致力於改進政策諮詢的成效 以增加政府的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而整體上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去年習近平主席在澳門發表了重要講話 對澳門發展提出了四個希望 其中第一點就是要求澳門繼續奮發有為 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而優化治理淺行善治的關鍵一環 就要做到政策制定的透明化和科學化 因此完善的有效的政策諮詢工作 就顯得是優惠重要的 但是從特區政府目前的政策諮詢的情況來看 仍然存在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今次的施政報告也提出了多項改進的內容 在諮詢組織成員的任期和重複任職方面 有沒有統計涉及的人員大概會有多少呢 涉及的機構又有多少呢 目前改善的進展又是怎樣呢 在提高諮詢成效方面 有沒有全面檢討現有的諮詢發佈與民意收集的模式 未來有些甚麼優法措施將會推出呢 多謝